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这个词就是开放 我今天提的这些建议 包括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 加强合作 也包括对港澳地区开放 加强合作 也包括我们的台湾地区 开展加强两岸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 开放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里面的一个热词 取得现在这样一个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加强基础研究对于解决卡布兹问题十分重要 而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它就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具体的来说 高校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个是人才 特别是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 这本来就是高校的任务和使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如何以高校为平台聚集更多的人才 吸引更多的人才 一起来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攻克卡布兹问题 第二个如何来把高校的力量用好 那就是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围绕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些新的问题 科学前沿所展示出来的一些新的问题 进行进一步的公关 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 实现了高水平的 有组织的科技成果的转化 比方说我们的高校可以参与到企业出题的结绑挂帅竞争当中 我们也可以来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具体的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厦门大学和台湾有着天然的联系 文化上相同 清源上的相连 本身的地理位置上也非常的接近 我们现在和台湾地区的30多所高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紧密的合作 每年都有大批的台湾的学生到厦门大学来 现在我们校内就有10多位台湾籍的老师和400多位台湾籍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工作 那么如何来进一步的深化这种合作 我们也在考虑 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谋划 有共识的努力的方向 新制生产力就是一个很好的公约数 我们说新制生产力它是可以为未来产业发展带来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的 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要素 这个生产力不仅仅是对大陆的发展发挥作用 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一样的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一起来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 当然第二个呢 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谋划的事情变成一个现实 这里头就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方方的交流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学校里的师生和社会各界 特别是产业界的朋友 一起到厦门来交流来合作 一起来做事 共同地谋求两岸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这儿呼吁台湾当局 能够对两岸的交流给予更多的重视 用实际行动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感谢您的观看 表面和作词 十分钟 就是